中文字幕——YK 你们看这幅画图中 站在跳舞的这个女孩 她的名字叫做廖思云 而旁边这些跟她一样 穿着蓬蓬裙的 就是她跳舞的好伙伴们 我听思云说 她每天都跟这些舞伴 一起朝夕相处 而且她们还约定好了 要当一辈子的好朋友 看来这些舞伴对思云来说 应该非常的重要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认识 思云以及她的好朋友们 这是我在教一群小朋友跳舞 还有我的血肠肌针 彩血针 针管 因为我觉得她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在教一群小朋友 大家来看看 我们在ael� 要做的 这上季 erste 一个大家 两个 grabbed 且 前面 我 如果你 了 你 com 喜欢跳舞的感觉 真的 还有没有 一开始是 只是想要去运动 结果然后就爱上去 九岁的廖思云 非常喜欢跳舞 不过他在三岁半时 被诊断出患有第一型糖尿病 时常要进出医院 因此他一度放弃了 学跳舞的机会 其实他在家里自己都会跳 他还会跳肚皮舞 然后肚皮舞前一阵子有学过 可是因为他事情真的太多 因为他每年都会安排要住院 所以那个时间都会中断掉 后来老师就说 他这样一直中断 等于说对整个课程也会有影响 所以老师说 他干脆等他事情都忙完了 他如果真的有兴趣再回去学 这样 第一型糖尿病 是身体无法自己分泌胰岛素 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无法转换 因而造成高血糖 只能依靠注射胰岛素来控制血糖 而血糖太高或太低 都会危害生命安全 不照顾好高血糖的话会同酸中毒 然后就会脑伤容易昏迷 然后低血糖会直接昏迷 然后脑伤会很严重 我记得的话有两次是在家里一起床 马上就低血糖 然后呢我讲讲话也不行 因为就没办法讲 然后还有一次也是在幼稚园 他是在吃午餐的时候 因为上一节课我们是跳舞的 所以呢我就玩得很开心嘛 所以呢一大吃午餐的时间啊 要凉血糖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直接 妈妈叫我凉血糖的时候 我就直接昏倒了 所以你有不舒服吗 一点点 所以你现在凉血糖对吗 这样好 155 好 很不要停 万一哪一天他是真的很低了 他如果速度拖太慢 他可能下一秒他就昏迷了 直接就先进食 补充葡萄汤或果汁这样 反正生命安全是第一优先 我长大想要当舞蹈家 这是我在教一群小朋友跳舞 还有我的血糖机针 还有那个叫柴雪针 还有那个针管 因为我觉得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会跟我一辈子 因为糖尿病目前还没有解药 但是我还是希望 医学可以赶快进步 让我的糖尿病得快好 除了跳舞 思云也喜欢画画 他的画作里时常出现血糖机和笔针 因为他们是思云日常生活中 形影不离的伙伴 我忘记是几岁的时候 可是我就只知道 我好像有一次做梦 然后就梦到我跟他们一起跳舞 然后这个动作是 我最不会的动作 其实我还没学到 可是我看过我学姐在练这个动作 他是跑跑跑 然后就跳上去 然后就斜斜的下来 变成这个姿势 然后我就想到 那我就把我的血糖机针 还有笔针跟针头画上去 让他跟我一起跳舞 因为我觉得糖尿病会跟着我一辈子 所以我就跟他们做好朋友 所以我就要把好朋友带在身边 发病之后 思云每天要测五到九次的血糖 再打四次胰岛素 思云很抗拒 常让妈妈追着满屋跑 我记得我一开始听到 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所以我就没表情 那后来呢 后来 后来慢慢懂我 然后我就一直哭 一直哭 因为我不想打针 他就问我说 妈妈为什么 我到底是为什么同意打针的 我就告诉他说 因为在医院的时候 我觉得我想要体验你的苦 我想要知道说 我的小孩这样每天打针 到底有多痛 可是我又不能自己打一道素 所以我就用空针 自己打自己给他看 然后他那天看到我自己打自己之后 他就不再跑了 6.5加0.5是7 7加1.5是8.5 所以这一餐要打8.5 好那你现在打左手右手 右手 好 然后我今天要打手 不再跑的思云 决定和糖尿病当好朋友 在幼稚园大班时 就克服自己打针的恐惧 妈妈在煮晚餐的时候 那时候弟弟还没出生 然后呢我就拿着笔针 跟妈妈说 妈妈我可不可以自己打针 妈妈就说好啊 你想试的话可以啊 结果妈妈以为我是说 她煮完饭之后 她才要帮我打 结果呢 妈妈菜饭出来的时候 妈妈发现我已经真的打 一开始打进去的时候 就还没打之前 就这样子拿着 然后就深呼吸 呼吸了10下之后就 啪 水饺几份 水饺三份 是几颗 十颗 然后木瓜一份 是200颗 打什么部位 打手臂 A A 好 5 1 5 3 5 5 这幅画大概是我四五岁的时候画的 本来一开始是没有弟弟 因为弟弟还没有生出来 然后到了六岁的时候 弟弟生出来了 我就本来把它加上去 因为这是我们的全家福 帮我看 好 鸡鸡 要用放大镜哦 思云很疼爱弟弟 每次妈妈在厨房煮饭时 思云就会主动陪伴两岁半的弟弟玩 最近他们很喜欢一起玩半家加酒 我看你叫什么名字 廖土庆 你很想你的名字 你太想了 廖徐庆 出圈年月日 知道吗 8号 8号 8月8号 88年8月8号 我买的 我买的 姐姐买的对不对 我跟姐姐买的 一块 我先 爸爸挑的我抽咸的 甜甜的饮料是弟弟的最爱 而看着弟弟喝饮料 对思云来说可是一大考验 因为他也想喝 但是第一型糖尿病 却让思云只能克制自己的欲望 因为如果我直接喝的话 我就 我又要住院 妈妈跟我说吃午餐的时候多打一点 不然就是以后这种东西 你哪里都买得到 不可能就只有这瓶而已 所以就以后想喝的时候再去买 我老师桃梅有位子 我带你这桃梅 谢谢 桃梅是记者 桃梅是明星 我像桃梅糖果吗 我要了 谢谢 你说你有了 你的跟我刚拿的不太一样 面对食物的诱惑 思云从小就展现高度自制力 只要不打胰岛素就不吃东西 但是他毕竟还是个小朋友 喜欢吃糖果饼干 该怎么办呢 我都会带塑胶带 跟他们说 我可不可以带一些回去 然后每次带一大包去 然后全部削光了之后又一大包回来 因为我要带回家吃 不然我会高兴它 思云把糖果饼干带回家 等晚餐前多注射一些胰岛素 然后再享用饼干 这样不但不必多打一针 也能够兼顾美食和健康 可以比别人的身体还要健康 因为别人他想吃糖果就吃糖果 而且甚至有时候他都不吃菜 然后饭也不吃就只是糖果饼干 然后这样子他就身体就不然那么健康 可是我不行我就要吃饭和菜 然后他每餐后还要吃水果 所以就会比他们还要健康 思云在学校真的交到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而且每次同学会的时候 大家都会特别为了他准备一大袋的糖果跟饼干 他可以自己享用 也可以带回家跟家人一起分享 可是一开始事情并没有这么样的顺利 因为那个时候同学们并不知道 什么是第一型糖尿病 只觉得思云好奇怪 都不跟我们一起吃饭 而且每吃饭前他都要打针 有些小朋友觉得打针好可怕 所以一开始有些同学并不想跟他当朋友 面对同学这样的误会 思云该怎么办才好呢 我现在要去上课 我现在要准备包包 针头 雪糖机 地岛树 快没了 我要去换了 每次出门前 思云都要花时间检查包包 确保他的伙伴们都有带着 他随身携带急救包 以被身体有突发状况时 能够及时处理 并且联系家长 然后在下一次打针之前要先排空 排八单位 如果你像你刚刚没有检查会怎么样呢 我餐就不用吃了 为什么 因为剂量不够 血糖机是以防我的血糖太高或太低 然后针是如果出去要吃东西的话可以打 然后针头是要打针当然要装针头 然后糖果的话是泡低血糖 就是零食有状况的 然后磅秤是要秤食物的重量 然后电子计算机是要算我的血糖 要加多少 好 那现在的时间 思雨就带我们念初 来 大家要关心念了 好 思雨 来 来 来 把笔放下 金思雨 二十一开始 金坐长四季过 闲谈莫论人非 要批评别人时 先想想四季是否完美无缺 人生中大的成就 就是从失败中站起来 她的个性非常的正向 积极而且阳光很勇敢 虽然她的身体有这么大的病痛 每天都要测血糖 还要打胰岛素 挨好多针 可是这么小的年纪就能够承受 让我觉得很勇敢 更难得的是就 课越上的表现还非常的不错 这样子 来的一些 好 每天中午 当同学们准备盛饭用餐时 思云就会在座位上拿出血糖机 测量饭前血糖 思云 这位的血糖怎么样 很快的 好 好 2808 怎么这么高 不知道 晚上爸爸带你吃什么 意大利面 难怪不够 回家 其实思云她有问过我说 妈妈 我要不要去厕所打针 我跟她说不用 为什么呢 我们又没有做错事 为什么我们打针要躲起来 我们该注意的是 旁边也没有人 该注意的是 你安不安全 别人安不安全 我们就是生病了 可是我们这个病没什么 就是打了胰岛素之后 我们就可以健康快乐的生活 我们跟其他正常的病 没有不一样 这就是她幸运的地方 因为她就是只要打针而已 对 思云就读二年级 年纪还小 每天中午 妈妈会特地来学校 陪伴她测血糖 所以你血糖偏高 两百零八升 要等几分钟才能够 二十分钟 那赶快把东西修一修去打针 他们一开始都会怕我打针 然后有一次 妈妈就是我吃苹果嘛 然后趁之后发生了剩下一血 然后呢 妈妈就想说把苹果请同学吃 如果那同学竟然就说 不行我阿嬷说 跟我一起吃苹果的话 她也会得糖尿病 你看你们都看他 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别人都没看过 好 一边看一边听我讲 有这么可怕吗 他没有针 他只是要剂而已 第一个问题 同学们的误解和害怕 一度让思云很受伤 经过妈妈和老师讨论之后 决定教导同学们认识糖尿病 化解大家心中的害怕与不安 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 第一型糖尿病 或第二型糖尿病 它是会传染的吗 谁会 家瓷 糖尿病会不会传染 不会对不对 现在班上同学都是思云的好帮手 只要思云不舒服 就会马上协助他 就是呢 他去楼上 然后拿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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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电话 还有果汁 然后他去那边顾料思雨 他在那边陪料思雨 我玩到一半 我就突然觉得头晕 所以我就坐在楼梯旁边 然后呢 就有一群女同学来问我怎么了 我就跟他们说就是帮我拿我的机救包 然后就有一个同学一直在他旁边问我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因为免得我带我昏过去 所以他一直把我叫我起来 叫你起来 大家都很照顾思云 因此思云也喜欢帮助别人 课后辅导时 思云会把握时间 教低年级的同学功课 这么快就好了 我还有拨破莫非要写完 要写到氟 对 然后一页也先写 但现在你要写氟 氟 葡 桃 好 他去教 比我效果来得大 自己会出题 会画画 对 然后还会编故事 都很放手让思云去帮我 所以他算是一个我蛮得力的一个助手 你不要用手指头伸伸看 你看假装现在只有五好了 再加五 那就是十对不对 然后我们刚刚寄放在这边 还有一个十 那十加十是不是就二十 就是老师请我帮忙 然后呢 我后来就想到 然后这件这种方法 然后老师后来就请我帮他 帮他 你想到的是什么 就是帮他出功课 让他在课后班学习 拜拜 每天放学 思云会和同学一起走路回家 因为他担心妈妈太辛苦 所以从一年级开始 就要求自己上下学 拜拜 拜拜 我们家还有一个小弟弟 麻吉啊 会哭 会闹 然后我就得扛着他 带着思云去上课 那有一天思云就跟我说 妈妈 我觉得你好辛苦 我自己上下学好不好 我听到其实我很感动 下来了 哦 今天好烫哦 叶片很厚 可以耐热 这些植物 思云喜欢参加各种活动 今天他们要去上课 这是社会局为伸张朋友 举办的DIY手作课程 小助手 对 小助手 因为他常常都会问我说 能做些什么事情 能帮忙什么 比如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活动的时候 把些材料 或者是说我们在结束的时候 帮忙打扫 懂得去帮助别人 学习说帮助别人 其实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还蛮热在其中的 由于身边都是生长者 这让思云理解到 自己的疾病并不特殊 而在无形中 也培养了他的同理心 给大家看一下 你肩膀的手 有两只天鹅 然后红色的围梨 然后有多肉植物 然后还有我自己捏的房子 小房子 跟凤梨花 那一方面会有成就感 那一方面其实 我也想带他来看看不同的世界 而其实这社会 不是只有他是心脏的人 或者是心脏的人 那还有就是 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朋友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正确的态度 跟眼光来看待他们 我就会问妈妈 为什么他会这样 为什么他会这样 然后妈妈就说 他跟我一样都有生病 可是他跟我的病又不一样 所以我那时候才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生长你要病 如果你越在乎他 你这样子好可怜 他就会越觉得我是很可怜的 没有 你就要跟他讲说 你是很正常的 对啊 只是人家饭前洗手 我都会打针而已 对啊 就是这样子 他就会想孩子 父母的态度 藏着对思云深深的爱 虽然每天打针的日子 有点辛苦 未来也还有不同的考验 但我们相信 思云一定能勇敢面对各种难关 遇到了就是要面对 就是要绑下 就是去处理那 其实这个我也是因为他生病之后 我才开始慢慢学习 我有时候还要对自己说加油 然后希望医学可以进步 然后就研发出糖尿病的药 现在思云只要一出门 不管是去上学或者是出去玩 他一定都会带一个小包包 而这个小包包里面 就装着他的血糖机还有笔针 这样子就没问题了 不过因为这个低型的糖尿病 虽然思云她非常喜欢跳舞 可是一开始她也不敢要多想 直到了二年级下学期 她终于鼓起勇气去考舞蹈班 而且她还考上了 恭喜我们的思云 离她的梦想又更接近了一步 思云好好地加油 希望有一天咪雅姐姐我 可以跟你一起跳舞咯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咯 各位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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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